我自己,我叫Jessica,Jessica Huang,我呢自2018年来到大鹏,然后现在呢是已经从事,我看我是大概有六七年了,做房地产,房地产呢一直是我的passion,我其实也非常enjoy做这个工作,每天呢也都非常忙忙碌碌,所以我就是想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sure,我的这个future会是怎么样,因为我在成为地产经纪之前呢,我原来是在德勤上班,也是就是说朝九晚五的这种schedule,然后做的呢也是从事的是会计,financial analysis,所以跟销售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差异比较大的一个行业,要不然这样子大家觉得好不好,我们也可以开始从自我介绍, 我刚刚介绍完我自己,然后大家每个人轮流介绍一下,快快的,半分钟一分钟,好不好,我们先从sony照开始吧,因为我可以看到你的名字,第一个就在屏幕上, 那个行,我这样我正在开车,我一边开车一边讲啊,那个,hello,我是,能听到吗,可以可以,您说, 好像声音有点断序,要不然这样子吧,我们把这个介绍的环节留到后面,然后大家可以就是Q&A的时候呢,大家自己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比较紧,现在是十点十分,我们先往下进行啊,我们第一个呢,首先就是我想今天可能, 来参加我们这个presentation的大部分的同事可能是,要不然是刚加入我们大鹏,要不然呢,可能是刚成为地产经纪,所以呢, 很想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来开始我的这个生意,因为我们一旦成为地产经纪呢, 其实每个人呢,都是这个自己的老板,每个人呢,都是要为自己的这个,每天的这个schedule来负责, 所以呢,我们结合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平时的这个,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吧,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大家可以就是听一下, 然后呢,后面可以我们共同的交流来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如何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销售, 我自己呢,对销售行业,因为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自己平时经常来研究一些,就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好的销售, 怎么样能够比较成功的在这个领域呢,打开一个僵局, 我也观察我周围很多成功的这个同事,所以我总结了几点啊,我觉得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感受, 消费者呢,更多的是愿意和自己喜欢的销售,来打交道,因为我们其实地产经纪有多少在安省, 大家不知道谁知道,现在的数字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平时可能每个人,就是周围的朋友, 亲戚朋友,可能都认识五六个地产经纪,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些地产经纪中,让客人来选择我, 跟我来从事这个买和卖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呢, 那我觉得首先呢,大家可能要先把自己经营好,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地产经纪,销售的是房子, 但是我们其实最主要的销售的是自己, 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每天从我们一睁眼开始, 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就开始运转了, 我们的这个brand就已经开始就是show to everybody, 所以我们要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 你自己定位,不是说千篇一律,地产经纪一定要是什么形象, 这个行业呢是一个容纳百川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可以说是大家各显神通, 所以首先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经营好自己的这个品牌, 让客人先喜欢你,先交朋友,赢得客人的信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步,成为这个成功的销售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 第二点呢就是我也是比较有体会, 其实每个人呢人无完人, 每个人呢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优缺点, 我们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是在学校里头和父母呢, 经常会说一定要扬长臂短,扬长臂短, 把那个短板都给他补齐了, 但是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呢其实是应该发挥我们的优势, 扬长臂短,不要扬长补短, 把自己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 每个人呢像我们现在可能进入房地产行业之前呢, 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经历, 还有一些自己以前那些行业, 比如说您以前就像我, 我以前是从事会计行业, 那可能数字还有analysis这个分析, 对我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我自己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在跟我的客人, 很多我的客人呢可能是那种有投资需求的客人, 那其实在看一个物业之前, 我们可能先会做一下预算, 先会做一下分析, 看看这个物业呢到底适不适合, 值不值得我们投资, 作为投资者来讲呢可能他去看一个物业, 就不光是这个房子漂不漂亮, 而是这个房子呢他的现金流如何, 他有多大的投资回报潜力, 他的cap rate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结合自己的优势, 你也不一定非要像我这样给客人做这个数字分析, 你也可以是比如说你以前是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的, 或者是从事其他行业的, 比如说工程类的, 其实都可以结合自己以前的背景, 来找到自己的这个长处, 帮助客人, 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说, 销售行业呢我觉得, 是每天会经常听到no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作为销售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心态, 就是开个玩笑啊, 就是他们做过统计, 说拿commission的这个sales呢, 是自杀率最低的一个人群, 就说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我们每天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个跟客户去, 潜在客户, 现有客户去接触的这么一个schedule, 因为这是我们如果不走出去, 不跟客人打交道的话, 那我们的business可能也无从而来, 所以在我们跟客人介绍一个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会经常听到啊, 我暂时不需要, 我考虑考虑这种这个, 这种相对于一个晚言拒绝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很正常的, 我记得我听到过一个笑话啊, 也是一个top sales, 他是去那个上门推销推销产品, 他不是卖房子, 然后呢他经常去公司推销的时候呢, 他想见到那个公司的这个VP啊, 或者是管事的这个manager, 但是你知道每个公司呢都有前台, 有的时候前台呢就是这个doorkeeper, 经常会把这个外来的这些人呢都挡在拒织门外, 然后他不停的在这个跟这个前台的这个女孩在努力, 说我需要见, 比如说我需要见你们的总经理, 然后这个女孩很不屑的就跟他说no, 然后呢他非常开心, 他也不, 他一点也不生气, 然后这个女孩很惊讶, 他就说今天你, 我收集到了一百个no,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目标,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take it personal, 很多时候呢客人给我们说no, 或者是婉言拒绝, 这个并不等于他不希望, 不喜欢我们, 而是说他可能还没有ready, 某些时候可能他的情况, 或者是他的资金可能还没有到位, 那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 旁敲侧击的看一看, 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还能够帮到他,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其实不是完全的光是说要把房子卖出去, 或者是卖一个产品, 我们其实是在帮客人找一个solution, 就是说这个solution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那客人会欣然接受, 如果这个solution又是由一个他比较喜欢的salesdeliver出去的话, 那他会欣然接受,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从一个心态上呢要调整好, 我是在帮助客人, 而不是说我要强买强卖,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更能够让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得到更多referral的一个tips吧, 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啊, 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发言啊, 要不然就成我的一言堂了, 然后那个就是说第四点呢, 我们就是说要学会分享, 还有利他原则, 这其实跟我刚才说的有点类似,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房子销售给客人, 而是说我介绍这个项目给您, 是因为他能够帮到您, 他能够帮您用钱生钱, 能够帮您解决现在的这个, 帮您提高现在的生活质量, 帮您的孩子去到更好的校区, 这些呢都是利他原则, 就是说我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 为他着想, 然后呢客户也会欣然接受我们的提议, 愿意跟我们就是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分享, 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参加一些这个event呀, 或者是参加一些售楼处的一些活动啊, 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项目的话呢, 或者是你show in的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随时分享, 我觉得分享呢是一个打开这个人和人之间, 这个疆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引用你自己的方式, 自然而然不要特别的拘束, 就是说一定要让别人觉得comfortable, 一定要让别人觉得舒服, 在这个前提下呢多多的去分享, 多多的带给大家更好的东西, 那大家肯定也会自然而然的关注你了, 第五点呢就是说要有危机意识不断的创新, 这个呢其实可能在任何的行业都是这样, 包括我们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那个chatGPT, 大家可能最近也都听说过, 我昨天还有个朋友跟我在聊天, 他特别可爱, 他说他参加了一个考试, 然后呢他就买了一套习题, 因为考试之前呢有那个练习题, 但是呢练习题的答案还宣布大家去购买, 然后呢他们几个同学呢就找到了一个那个chatGPT的那个app, 然后下单那个app把那个问题输进去以后, 直接答案全部的标准答案就都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的创新机器人行业AI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你躲也躲不过,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社会就是在往前发展, 所以不管是任何行业, 嗯我觉得我们呃就是说不要去畏惧他, 可能更多的就是想一想, 我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去创新, 看到问题找到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可能最后你就是这个赢家, 呃所以呢作为销售也是这样子的, 每年呢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 嗯就是在你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呃六月份或者是呃一个季度, 都可以给自己定一个这个月份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呢目标呢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了,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go, 才能够继续往下的去发展, 呃如果没有go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说的不好听, 像无头苍蝇一样, 你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我见过有的有的经济呢是一天到晚忙的都找不了地的那种, 就是喝水吃饭都要见缝插针, 我也见过很多经济呃刚做经济, 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坐在办公室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其实这些都很正常, 我觉得最主要的呢就是说, 要学会观察, 你不管是在办公室也好, 或者是在外面看房子也好, 呃就是要学会观察, 多观察, 然后多给自己一些呃小目标, 呃如果刚开始的话, 你可以先从熟悉怎么约看房子, 虽然没有客人, 你可以自己先约看一些房子, 路线的制定啊, 呃这个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安排, 呃这些其实都是呃daily的这个learning curve, 如果把这些能够做好的话, 你的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啊, 成功是在每个细节里面, 你如果能够真就是真正的把这些基本功呢, 打扎实了, 那其实在你和客人打交道的时候, 客人也能感受到你的专业,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房地产局都有一个那个report, 比如说我们五月份的report刚出来, 呃那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能够一下子就知道, 我们五月份整个GTA的成交量有多少, 呃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成交的呃交易量, 叫去年同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呃成交价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而且分别有多少的变化, 呃而且昨天呢, 我们刚刚央行又加了0.25的息, 那很多客人呢, 如果是把我们作为这个一线的工作者, 或者是作为一个这个information的一个resource的话, 很多人可能都会收到朋友或者客人的一些问询, 说哎呀又加息了, 那将来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又要大幅的下滑了,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先把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心里头问一问, 然后呢给客人一些就是你的呃见解, 这个东西也不用怕出错, 因为因为这个就是说天塌了, 有高个子人顶着大把的经济学家在做预测, 他们也经常预测错, 所以不用害怕, 所以这些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成功销售, 这是我经常平时观察的一些成功销售, 他们所呃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吧, 当然每个成功的销售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呃只不过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共性,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些共性, 接下来呢我们就呃来谈一谈, 我们如何呢成交第一单, 呃第一单呢对我们来说, 这个处女座呢有的时候是挺尴尬的, 就是这个也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过去的经历, 还有你的这个database, 呃比如说有的人呢可能他在成为地产经纪之前呢, 他也是销售呃行业中的这个佼佼者, 比如说有的人他以前是从事保险的, 那他可能就有很大的database, 有的人呢可能是从事办公室工作的, 比如说像我以前就是做会计, 就是跟数字打交道, 呃那作为这个地产经纪呢, 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跃,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怕, 因为每个人就像我说的, there's enough business for everybody,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说别人做了我的business就没有了, 为什么别人做那么单, 我还一单都没有做到, 其实不用去呃有这种心理暗示, 只是就是说呃分析好自己, 看看自己现有手上都有什么牌, 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 呃因为是结合我自己呢, 当时做第一单的这个心得吧,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年呢, 我可能做了二十多万, 呃第一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其实想象, 想象一下也没有那么的困难, 就是说呃你可以, 因为咱们公司呢, 有很多这个楼花资源, 对吧,呃还有像我是这个咱们公司的美国的市场部经理, 我们也有很多Orlando的度假屋项目, 呃然后呢, 我们还有市场上现在开始姑命了, 也有很多的县房机会, 这些呢都可以是我们就是说去去了解, 去给客人分享的这些信息, 我记得我第一单的时候呢, 呃是一个朋友, 嗯问我这个楼花, 我当时呢对这个, 那个楼花呢是就是说呃一个当时比较一个热的一个项目, 呃因为我当时, 我刚刚做经纪, 我自己呢其实对这个楼花怎么购买呀, 这个楼层的挑选呀, 什么时候occupen呃这个occupy呀, 然后occupy cost呀, 很多东西我都是边学边卖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紧张, 大家人人都一样, 呃当时呢就是, 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就问我, 我说这个项目不错, 我去看一看, 然后呢我就去了解这个项目, 然后把这个投资的回报啊, 还有这个租售笔的情况啊, 呃都跟我的朋友分享一下, 他也觉得很喜欢, 很不错, 地点也好, 然后诶第一单就来了, 呃然后第一单做了以后呢, 我就就开始就是比较有信心了, 呃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项目呢, 又陆陆续续卖了几个, 其实我觉得嗯, 大家可能跟周围的朋友亲人呢, 呃是我们比较容易, 呃赢得信任的一个人群, 就是你的这个circle of influence, 看看你自己周围, 呃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朋友, 你可以跟他分享这个东西, 或者是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 不要觉得特别的shy啊,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我完全理解这个心情, 因为我自己刚拿到地产牌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这个好像变化有点奇怪啊, 原来是原来是做办公室啊, 会计啊, 现在变成了这个销售, 但是呢我当时想so what, 这个既然我有牌,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所以就跟周围的亲戚朋友, 大家多分享, 告诉他们你现在已经有地产牌了, 你也有一些项目可以跟他们互相的去沟通介绍,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你非常乐意帮到他们, 亲戚朋友的这个圈子呢, 其实有好有不好, 好处呢就是说他们已经了解你, 知道你的为人, 对你可能有一些的信任, 不好处呢有的人他可能对你以前的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了, 可能你突然转化一个形象, 他会觉得哎呦你够不够专业啊, 你刚刚开始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不用怕, 如果这个行不通next, 我非常喜欢这个词next, 这个不行下一个, 大家也不用犹豫, 不用纠结, 但是呢分享和你周围的人分享, 这个是成功的第一步, 一定要先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地产经纪, 然后你手上有一些这个资源和项目, 愿意和他们去分享, 愿意和他们去交流, 其次呢就是说现在的热媒体啊, 就是社交媒体啊广告啊也是铺天盖地, 比如说小红书啊, 比如说微信, 微信可能都已经是不是特别新兴的了, 现在很多呢就是小红书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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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是很多啊, 客人啊, 也是很多这个大大大牌经纪在用的, 然后也是很多吸引客人的一些啊, 这些呢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啊, Social Media的这么一个营销的一个背景, 那何乐不为呢, 对吧, 不一定非要做熟客, 生客其实我们越, 呃, 在我们的生意越来越扩展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要接触到很多的啊, 陌生客人的, 怎么样赢得短时间内赢得陌生客人的信任,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社交媒体啊, 这些我们也要当做一个品牌去经营它, 不是说我今天啊, 想发了, 我发一个, 今天我不开心了, 我也发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 你的社交媒体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影射, 所以be careful what you put on the social media, 嗯, 因为它跟你是一体的, 但是我也不是说让大家非常的, 就是说boring啊, 只放房子, 不能放别的,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你的社交媒体呢, 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缩影, 你的性格,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这个喜怒哀乐, 你也可以放到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去, 但是大家有几个bottom line原则, 就是尽量的不要涉及到什么政治啊, 隐私啊, 这些东西, 然后尽量呢, 要有一个比较positive的一个形象, 即使在你心情不好, 比较low的时候, 你发出去的这个message也是, 虽然我现在不高兴, 但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就是像类似这种的东西, 就是说让人能够觉得你是一个正能量, 然后能够比较energetic, 比较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形象, 那别人自然就会被你吸引到, 我们不是都经常说这个人和人气场相吸吗, 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可能周围吸引到的, 也就是和你类似的这个群体,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吸引什么样的客人, 我们就自己先想一想, 这些客人可能希望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很多就比如说, 自从疫情以来呢, 我们有很多, 我们也有很多就是说, 每个这个专家讲座呀, 这些我觉得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好的sales, 他不是说去追逐客人, 他是吸引客人, 那你如何吸引客人呢, 你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见解, 在这个领域里头呢, 你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那大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关注, 就会让大家愿意听你讲话, 愿意来看你的讲座, 那这样呢, 也可以帮我们吸引到一些这个潜在的这些客人, 还有就是一些你的, 比如说你有这个alumni呀, 你是从多大毕业的, 或者是你是从什么约克毕业的, 你的同学呀, 你以前的同事朋友呀, 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resource, 总之第一单你说他难不难, 难也不难, 不难呢, 是因为你确实有很多的资源, 你要花心思去整理一下你的资源, 第二点呢, 就是说难呢,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屏障吧, 就是大家放轻松, 你如果太紧张, 别人也能感觉到你的紧张, 你如果很轻松, 很开心, 那别人跟你谈话, 他也是愉快的, 也是轻松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我相信每个人的这个第一单都不会太遥远, 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目前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也是开始回温了, 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独立屋也好, 公寓也好, 其实现在经过过去两年交易量腰斩, 现在其实大家的需求量, 其实还是很大的, 钱是一直在的, 我们其实生活在多伦多, 我觉得是挺lucky的, 因为多伦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它的这个土地有限, 对吧, 资源有限, 然后呢, 人口又不断的涌入, 所以呢, 那我们就相应就会有, 很多的机会, 就是包括我们做地产经纪自己呢, 也要热爱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自己想让别人投资, 那我们首先想想自己, 我能不能自己先投资一下, 如果我成功了, 那我就会把我的这个成功的经验, share, 分享给我的同行, 就是给我的这个周围的这些朋友啊, 客人啊, 那就会感动, 感化他们, 他们也会感兴趣, 对吧, 人人都是, everybody wants, everybody want, 所以呢, 就是如果大家都想要的东西, 有这种, 呃, 有这种从众心理的话呢, 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一个关键, 大家可以随时发言啊, 要不然的话, 光听我一个人讲, 会不会太boring, 我们接着往下, 下一个呢, 就是我也想跟大家谈一谈呢, 就是说我们如何更快速的脱颖而出, 因为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竞争啊, 是确实是挺激烈的, 我们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 每个人身边都有好几个地产经纪, 那怎么样能够让别人选择我, 而不是, 而不是就是说总是在做冷板凳, 怎么样能够作为一个新经纪, 我也能够脱颖而出呢, 我总结了几点啊, 大家可以补充, 自己可以随便往里头补充, 首先呢, 我觉得要做好你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 100%让所有的人都来喜欢你, 我觉得可能什么范冰冰啊, 杨颖啊这种, 这种非常火的这种女性, 可能都做不到, 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她, 所以relax, 就做好你自己就OK了, 你只要去吸引到跟你, 就是说跟你比较合得来的客人, 你自己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target的客户群, 你是想做留学生市场, 你是想做买房市场, 还是想做这个商业, 还是想做residential, 还是想做楼花, 不管你是用这种产品类型来划分, 还是用自己的人群来划分, 我觉得总之你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定位,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与众不同, 让自己呢在这个领域呢成为专家, 这个呢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也是我觉得我们一直一直其实作为销售呢, 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be yourself, 有你自己的特色, 让别人最好的呢, 是让别人从一群人中间一眼能够, 哎觉得这个经济有点与众不同, 这个经济我想跟他多聊一聊, 最好是让别人有这种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呢会帮助你更好的建立你的客户关系, 更好的build up你的business, 第二点呢其实我刚才也cover了, 就是说市场细分, 细分这个我的这个市场, 还有我要怎么样在某个领域做的更好, 大家如果是刚开始的话呢, 可以想一想我以前的背景, 我更对哪个方面感兴趣, 比如说我对土地开发更感兴趣, 或者是我对农场更感兴趣, 或者是我对这个condo公寓更感兴趣, 对吧, 这个呢就是根据你的年龄, 阅历, 还有以前的这个经验,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来细分市场, 来进行自我定位的一个方法, 像我认识有的经济呢, 他们是专门target senior这个人群, 因为他们说作为这个老人家呢, 他们已经要退休了, 但是他们手上有钱啊, 他们甚至买房子不用贷款啊, 而且他们要经常呢, 是要把这个原有的这个物业要进行置换, 他可能要把以前住的房子要卖掉, 然后再去换新的房子,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定位, 就是说你可以也回顾一下, 复盘一下, 看看自己过去的一年或者两年, 你做的主要的是哪一类人群啊, 主要的你的客人是从何而来的, 是referral的多, 还是你通过social media来的多, 啊, 是怎么样转化的, 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大家去去总结一下, 稍微用心的去啊, 分析一下, 第三个呢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动力, 每个人的动力不一样, 也许有的人的动力就是喜欢赚钱, 啊, 有的人的动力呢可能就是觉得喜欢成功, 啊, 喜欢这个每一次承承担的这种, 这种feeling, 就是offer accepted, 或者是the house is sold, 就是这种feeling给你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给你带来很大的这种啊, 啊, 就是这个success的这种啊激励, 那我觉得其实就很好, 找到你的原动力啊, 能够让你呢每天呢能够更有这个energy, 啊, 不断的去generate更多的business, 啊, 我见过很多成功的销售, 比如说一年能够做到上百单的, 这种都属于已经是很成功的销售了, 啊, 像他们其实每天的schedule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都是雷打不动, 啊, 一直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然后呢有他自己的, 那你说如果他没有他自己的动力的话, 呃, 坚持一天两天可能OK, 但是坚持数十年如一日, 这个确实是不是非常容易, 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啊, 第四个呢就是还是刚才说的, 设立目标, 不管你是新经济也好, 老经济也好, 设立目标, 如果你没有目标, 啊, 你就不知道where you are going, where you are heading to, so,啊, 还是把自己的目标制定好, 然后呢, 像成功的同行学习, 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呢, 其实任何行业都是二八, 二八原则, 不管你是在房地产行业里面, 还是在比如说, 啊, 律师啊, 或者是医疗啊, 就是各行各业, 我们观察一下, 其实都有一个二八的这个原则在,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成为那个top twenty, at least the top twenty, 成为那个百分之二十, top的top, 啊, 像周围已经做的比较成功的经济呢, 去学习, 去观察他们是怎么做的, 去都跟他们取经, 其实很多成功的经济, 他们也不会说是, 啊, 非常的, 嗯, 这个不愿意去跟别人交流, 很多人他是愿意跟别人去分享的, 因为你帮助别人的同时, you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right,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互相学习, 啊, 像, 嗯, 周围尽量的去吸取别人身上的长处, 而不是总在别人身上去挑毛病, 因为挑到的毛病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但是吸取到的长处就可以帮助你, 啊, 每天都会, 啊, 进步一点点, 这样子, 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讲了如何, 嗯, 这个销售,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销售的这个总体的一个特色, 大家的一个共性, 还有呢, 我们下来分享了就是如何呢, 成功的, 啊, 破冰成交第一单, 再接着呢, 成交了第一单以后呢, 我们还要想着怎么样能够继续的脱颖而出, 在众多的同行里头让别人知道, 啊, 我是一个top sales, 啊, 我是reliable的, 我是可以帮到您的, 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接着呢, 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如何长久的, 稳定的, 呃, 这个增长我们的业务量, 我觉得呢, 呃, 就是房地产呢, 这个行业呢, 虽然它是一个销售行业, 但是呢, 它也要有一个体系, 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体系, 就是说你, 呃, 首先要有一个vision, 这个vision呢, 可以是你的go, 可以是你的目标, 在你成达成了, 比如说我今年要做10单, 或者我今年要做50单, 每个人的go不一样, 你把你的目标制定了以后, 呃, 你下一步如何去发展, 比如说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 你的下一步又要去怎么样, 能够更稳定的保持你的业务量, 而且要稳中取胜, 呃, 稳中有增长,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要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分析, 呃, 比如说呢, 有自己的这个客户群, 有一个目标的客户群, 呃, target的客户群, 然后这个客户群呢, 要一直以来呢,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的不好听一样, 就是说像这个维护它, 像养鱼一样, 你要不停的这个鱼池里头要有鱼, 否则的话, 你没有客户这个业务也是无从而来, 对吧, 所以一直呢, 要维护好这个客户关系, 呃, 不断的建立好自己的客户群, 让客户群呢, 能够呃, 帮你呢, 就是说稳定你的这个客户量, 稳定你的业务量, 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专业, 每年呢, 我们其实呃, 有很多的这种呃, 学习的机会, 呃, 平时呢, 包括公司的一些培训啊, 呃, 咱们公司的培训是很多的, 如果看一下schedule的话, 基本上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培训, 所以从呃, 这些培训里头呢, 吸取到最新的市场的一些动态, 一定要sensitive, 对你相关的行业, 你一定要, 要, 要非常, 不说比别人早知道, 也千万不要落后, 不要别人都已经讨论的热火朝天了, 你还不知道what's going on, 那个就不好了,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一定要非常的confident, 呃, confident这个东西呢, 它是来自于很多方面, 呃, 作为新经济来讲呢, 你一定不要觉得我是一个新经济, 所以我好像, 呃, 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 就是别人会有的时候客人聊天的时候, 呃, 聊得开心了, 就说, 呃, 你做房地产多长时间了, 呃, 这个, 你都有做多少单啊, 什么之类,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是吧, 人人都有刚开始的时候, 那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 千万不要失掉你的自信, 因为呢, 你可以说, 呃, 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分享, 也不要说假话啊, 比如说你, 你只从事两年, 你说我从事了二十年,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讲, 呃, 我呢, 是全职的地产经济, 我之前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背景, 怎么样帮助我, 呃, 能够更好的在房地产这个行业里头, 服务到客人, 呃, 从一个比较positive的一个角度, 去帮他们分析,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你逐渐都会赢得大家的这个信任的, 呃, 所以你越是自信, 别人也就会越相信你,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那可能别人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就更难一些, 呃, 第四点呢, 如果想要我们的业务量呢, 一直长久的比较稳定呢, referral是很重要的, referral呢, 其实在几个客户的这个, 在这几个客户的这个来源构成里面呢,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 referral是一个效率, 比较高, 呃, 承担比较快的一个途径, 成本也比较低, 因为你不管去做什么样的广告, 那都是有cost, 而且cost不低, 啊, 但是referral呢, 他首先客人referral过来的呢, 他已经就对你有一定的了解了, 有一定的信任了, 所以呢, 他倾向于就是listen to you, 你不需要再去花更多的时间, 去赢得他的信任, 这些呢, 都有利于你更快的承担,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维护好跟现有客人的关系呢, 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 啊, 然后呢, 要去主动的向客人要这个推荐, 就比如说, 你签了一单, 然后呢, 客人买这个房子买得很开心, 那你就跟他说, 啊, 呃, 我也很开心, 这个这次能够帮到你, 如果以后你还有, 啊, 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或者是家里, 或者是如果你还想再进行第二套投资, 啊, 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 referral呢, 大家也可以不要害, 不要害羞, 也要张口去跟客人主动的去, 啊, ask, ask for referral, 还有呢, 就是说, 啊, 健康的饮食和锻炼, 这个好像有点老生常谈啊, 呃, 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关键, 因为其实做房地产呢, 我觉得是一个, 呃, 不管是你体力啊, 精力啊, 消耗都很大的一个, 呃, 一个行业, 他没有说是像我们上班有朝九晚五, 我觉得跟上班的时候相比, 我觉得现在想想上班那个简直就是vacation, 早上去到了和同事聊聊天, 然后干一会儿活, 然后再去茶水间聊聊天, 然后中午就该吃饭了, 然后就是像流水帐一样, 下午就盼着回家, 然后就回家了, 就forget about everything, 然后啊, 就是这个其他做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呢, 我们作为自雇的人士来讲呢, 你如果真的想做好, 你的所有的这个business呢, 我不知道别人, 反正我是经常在我的脑子里面在想, 就是说, 嗯, 我的客人, 哎, 这单我应该帮他做什么了, 下一单我应该帮他做什么了, 就是说他对这个精力, 还有体力的消耗呢, 其实是蛮大的, 嗯,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制定一个schedule, 否则的话, 你就非常容易变成了小白鼠, 没有, 没有间歇, 一直在这个轱辱上面在转啊转, 啊, 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的一个饮食, 啊, 还有锻炼, 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 这个战无不胜啊, 精力充沛, 也是客人愿意看到你的一个形象, 嗯, 基本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前面的人呢, 就是说完了, 然后销售中的五要五不要呢, 这个其实大家我相信也都有自己的各自的体会,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呢, 其实每天多去, 啊, 鼓励自己, 每天呢, 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 啊, 不要觉得非常的容易有这种挫败感, 啊, 其实, 呃, 持之以恒, 啊, 你就会看到成果, 嗯, 会越做越好的, 因为任何事情只要你投入时间和精力, 他都会有, 有一定的这个回报的, 就像我们说的, 如果你不投入, 那是肯定没有回报, 投入了, 会有回报, 所以我们stay positive, 好吧, 呃, 现在呢, 大概是差十分钟十一点, 呃, 看看大家呢, 有没有就是想要分享的, 呃, 如果是有想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可以随时的随时的打开你们的这个呃, microphone, 可以随时的说话, 我看看啊, 大家怎么现在这么安静呢, 你们没有睡着吧, 呵呵, 嗨, 嗨, Jessica, 我有个小问题, 哎, 你好, 呃,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 呃, 你对于, 坚持经济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看法或者建议, 毕竟, 呃, 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全职经济相比, 哦, 坚持经济啊, 坚持经济, 我挺羡慕你的, 你可以一人收两份收入, 我们公司也有坚持经济,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top的, 坚持经济,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你的, 因为你的优势呢, 是你周围有现成的, 你的同事, 这些其实都是你的客户群, 呃, 嗯, 这些你跟他们聊聊房地产, 没准他就从你那买个楼花, 买个房子之类的, 对于坚持经济的话呢, 可能看你的schedule, 你说的很对, 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 你可能不像全职经济那样, 呃, 我可以一天24小时focus在这个事情上, 坚持经济你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七房啊, 楼花啊, 这些东西, 可能你把项目信息介绍给他, 分析做好给他, 你并不一定需要physical的去带他去, 好啊, 看太多的东西, 呃, 可以从这方面考虑, 我觉得, 嗯, 好, 谢谢, 嗯, 不客气, 不客气,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早上好, 杰西卡, 我是Shirley, 哎, 你好, Shirley,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 目前我在带一个客人, 嗯, 因为咱们说, 刚才您提到的养鱼, 那我们是觉得这个客人肯定, 就是大概有60%以上的机会能买, 那我们就去养这只鱼嘛, 对不对, 我现在是很confused, 是我手上的一个客人, 我大概带了挺久了, 看完法, 然后问我说, 哎, 你觉得要出多少钱, 那其实我给他估的价, 其实都挺准的, 就像上周的这种情况, 他用两个房间, 两间房都在一个区, 然后一间房子呢, 是买125万, 那有另外一间的成交的价格是115万, 那他当时问我的价格, 我说大概120万左右, 那咱们就先去个115, 下个offer, 试一下, 但他都是看完, 然后问我多少钱, 但我觉得其实也很准, 你看, 我说120吧, 我说咱们先去115看一下, 到时候看一下这个, 当天晚上的offer, 对不对, 有多少个, 那我们再看, 再看情况再说, 但他就死活不下, 那这种情况呢, 这种客人, 我需不需要应该放弃呢, 就我感觉就等于是, 像是白六年那样的, 对, 对, 我跟他, 我跟他, 嗯, 好像声音有点, 听不清, Sherly你还在吗, Hello, 对, 我在开车, 开车可能信号不好, 你说你说, 对, 像Sherly这样分享呢, 也很好, 大家具体的这个案例,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看看应该怎么样处理一下这种情况, Sherly,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诶, 我能听到听到, 你能听到吗, 好的, 可以, 我现在可以听到你, 刚才听不到了, 那你有没有问过客人, 对, 那你有没有问过客人, 是这样子, 因为我这个客人, 他基本都上班, 那我有的时候发微信给他, 他基本都不回, 嗯, 就是, 其实, 我跟他说, 这种情况, 那我们其实当天, 如果去116, 也能, 也能下来, 他是158卖走的, 那我跟他说的是, 第一个offer, 我们先给他115, 那我跟他说, 其实, 当天我们如果真去的话, 我们会, 116的就能拿下来, 那他就没有再回我, 那我也没给他打电话, 就等于这周, 我就没有再follow他了, 正常是我每周日都有, 带他去看房子, 对, 对, OK, Sherly, 一般像这种情况呢, 我不知道你这个客人, 你在带他看房子之前, 你了解不了解, 他的贷款情况, 他的预算, 这个房子, 他是不是能够买的, 啊, 这些我都了解过了, 那他, 他都了解了, 对, 他都了解了, 但是他就没有跟我说实话, 就没有跟我透比, 那当时的话, 我带他看的, 他当时是说100万预算, 然后后来我带他看的, 释迦宝第一一带的房子, 看了很多, 大概是在100万那种, 120万左右的, 那他已经是, 要看到120万了, 那他当时就一直不下offer, 那我就想, 我说你有没有自己的贷款经济, 他说有, 然后已经拖了好久了, 那当时的话, 因为我有合作过的一个贷款经济, 我就当着他的面, 直接给贷款经济打了电话, 就是别说了, 他能带多少钱, 那这种的, 我一直问他, 你手上有多少钱, 他都不跟我说, 那正常我们带客人, 其实是要跟经济说一下, 我其实自己献献有多少, 我还想, 在我现有的房子里面, 献款多少, 正常是这样子, 那咱们说一下, 对不对, 那他就啥也不说, 就说, 没多少, 那我就想这种客人是, 要不要再继续跟呢, 我就很confused, 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 对对对, 我明白, 是, 我们呢, 其实作为地产经纪来讲呢, 虽然我们这个行业呢, 没有说是这个有库存啊, 有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们最大的成本是我们的时间, 你说的这点非常对, 我一般呢, 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 我会prequalify这个客人, 首先我要尽量的发现, 他的痛点在哪里, 看他是不是紧急, 因为当你做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手上不可能只有一个客人在take care, 你要把客人分A类, B类和C类, 最不紧急的往后放, 像这个客人呢, 我可能会跟他坐下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我会跟他就是说, 分析一下, 你看, 比如说我从一月份开始带您看房, 那在过去的这几个月, 我们因为没有果断的make a decision, 房价已经同类的房子已经上涨了多少, 这个要给他一定的这个urgency, 让他知道要早下手, 如果你已经ready了, 首先呢, 你比如说你要问一下他, 为什么买这个房子, 从为什么买这个房子, 你就能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urgent, 比如说有的人买房子是为了自住, 孩子九月份就要开学了, 那他肯定是urgent的, 他肯定想越快越好, 赶紧买好以后我要搬家, 我要怎么样注册学校, 孩子可以settle down, 对吧, 如果这个人是投资, 那他有可能会观察, 但是投资的人呢, 也并不是说都个个都是拖延症, 投资的人呢, 一般如果真正的是好的客人的话, 他看到好的, 他会来找你, 他会来问你, 他会着急, 他看到市场的变化, 他会着急, 如果你这个客人呢, 你觉得他总是不说实话, 你you don't have to do business with everybody, 一定要记住这个, 我们呢, 就是说, 你如果相信我, 尊重我, 我们俩聊得来, 你给我这个足够的信任, 那我非常愿意帮助您, 承担成交这一单, 帮您赚钱, 但是呢, 如果就是说, 我也有双向选择, 你要让客人知道, 不是说你来选经济, 我也在选择客人, 如果真的是浪费时间, 不值得的客人, 就let it go, next, 没错, 我也就, 我就是, 我就想算了, 上次我已经不带他了, 就想算了, 我现在就这样子吧, 他还是等他自动来找我吧, 对, 你可以放一放, 而且你也一定要问他, 其实像我们做地产经济, 很多时候呢, 不要总是talk, 有的时候talk太多, 你就不了解客人的真实想法, 你要听他talk, 对, 你要听他讲, 知道吧, 对, 没问题的, 对, 谢谢老师, 好的, 不客气, 不客气, 大家还有其他的想要跟互相, 咱们一起分享的吗, 现在我们已经快要11点了, 我看看啊, 咱们现在线上还挺多, 挺多同事的呢, 你们都这个, 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大家有多少人已经, 就是说已经做了第一单了, 或者是已经, 今年已经做了好几单了, 有没有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比如说你的第一单的客人, 是从哪里来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向你学习啊, 光听我一个人讲太boring了, 谁来举手发言, 大家都好安静, 那这样子吧, 如果是大家觉得,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大家线下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个我们都非常的愿意, 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share, 好吧,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线上, 有这么一个小时的聊天的时间, 也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心得体验,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好吧, 祝大家生意新龙, 生意新龙, 好, 就这样, 拜拜,